嗨,大家好 生活中呢,有的时候有一些事 你可能就是因为匆忙 所以一些小事啊,就是不耐烦做 或者是也没有时间做 就觉得无所谓,就不做 但是其实,就是物以善小而不为 还是要与人为善 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还是尽量要做的 这样的话,其实你会得到很多快乐 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这种情况就是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,我吧,我今天走在路上 然后就有人来问我坐车的事情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告诉他 虽然当时我还差三两分钟上课就迟到了 但是我还是告诉他 就是觉得说,虽然在匆忙当中嘛 但是就是能做的事情就还是尽量做嘛 果然呢,后来我就很开心啊 所以大家呢,也不妨试着 就算是繁忙的时候呢 也就是,也物以善小而不为 慢慢的积累下来 你会发现自己会变成一个非常快乐而充实的人 加油 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